弟兄姐妹早安 楼上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姐妹 我想着大家如果经常看新闻 上网也好 看电视也好 听广播也好 我想着我们经常会听到 我们总统有时候 针对其他的人的一些回应 我自己就在思想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一个人从平民 通过一场选战 最后不一定非要是总统 达到了某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在他打选战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选战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发现 其实坐上那个位置 挑战更大 那我们思想 如果一个人原先是很谦卑的一个人 经过某一场选战也好 什么样战斗也好 他成为一个领导者 面对巨大的荣耀权力 他能不能够持守他原先的谦卑呢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说胜利中的隐忧 这个是讲到 四世纪的这么一段历史 其中这个主角呢 是一个叫积淀的这么一位四世 那积淀这么一个四世呢 照他自己所说的 他是在他这个支派当中 他们家是最贫穷的 他是他们家最小的 后来神的呼召临到他 要借着积淀来拯救以色列百姓 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恩典 取得了巨大胜利以后 他如何来面对巨大胜利 所带来的这种荣耀名誉 其实对积淀来说是一个考验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 我们如何能够充满信心 取得巨大的胜利 同时我们在面对巨大胜利 所带来的这种荣耀权力名誉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需要效法积淀的地方 同时积淀有一些 我们说因着他的私心 所带来的错误 那个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 那个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那我们从这两个方面 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 那今天这段的经文 刚开始的时候 是从一场的战斗开始的 这场的战斗 是战斗的这一方 是三百个人的队伍 另外一方面对的是 十三万五千的大军 三百个人面对 十三万五千的大军 怎么打 最后居然是这三百人得胜了 那么这三百人到底靠的是 什么样的精良的武器呢 到底有什么样秘诀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的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 积淀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斤之初换根的时候 来到银旁就吹脚 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怎么样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左右手都站了 什么武器也没有 长枪大刀都没有 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喊叫说 耶和华和积淀的刀 他们在银的四围 各站各的地方 全银的人都乱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所以这些人 他拥有的武器是什么呢 吶喊 吹脚 他们为什么 面对十三万五千人的大军 他们就是用 吶喊 吹脚 他们就 赶了 他敢这样做 他们心里面 有一件事情 他们必须确定 而且他们必须要是 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他们必须要 完全地相信 就是这场战争 最后胜利 不在于人有多少 不在于武器有多精良 而是在于 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 因为是神在征战 所以他们真正的武器 只有一个 就是他们 对这一位神的信心 所以这三百位士兵 是三百个信心的勇士 所以我们在新约 后来在希伯来书那边 也提到 信心的榜样 基殿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是信心的见证人 因为当这三百人 呐喊吹脚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是说 耶和华 使全赢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十三万人 在三经半宴的时候 被突然一群人 用号角吹响 半梦半醒之间 突然发现 营地的周围 都是人拿着火把 他们就在极度的恐慌之中 就开始互相残杀 这个时候 所有的战场上的指挥系统 都没有用了 完全的混乱 那一晚 包括后来在逃跑路上 被杀的有多少呢 十二万 被杀的 其余的也是忙不直路的逃跑 其实 我们说 听到某个地方的 所谓踩踏的世界 通常也是 一人喊一声 大家一跑 你看 就有很多人踩死 三百个人 能击败十三万五千人 是因为有神的应许 在中间 因为神先前对积淀说 我要用这三百人 拯救你们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积淀他召集了 有多少人呢 三万两千人 但是 神说 跟随你的人太多了 我不能够将积淀人 交在你们的手里面 神在那个地方 特别提醒说 免得 免得什么呢 以色列人向我喀口说 是我们自己的手拯救了人 拯救我们了 免得以色列人向神喀口说 是我们自己的手拯救我们 后来说那些 你们胆怯的 面对这十三万五千大军 胆怯的 你们退去吧 一下子就退去了两万人 那最后呢 有一些人 遇到情况了以后 就不是像士兵那样 警醒的 又退去了 最后就剩下了 这三百个人 所以从这一个战斗 战争的场面来说 彰显了神的大能的拯救 而且是神大能拯救的 完全的彰显 任何人没有可以夸口的 因为人只做了什么事 吹脚 呐喊 所以这个是这个战争场面 所带给我们的 这个是令人惊叹的胜利 但是是神死的 以色列人得胜 彰显的是神的大能 奇妙的拯救 但是接下来我们朝下去看呢 这个时候战争的情况 大局已定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幕 有所不同了 面对这些溃败的敌人 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就 这地方讲到有三个支派 这拿佛塔利亚 圣马拿西 全地的人就来追赶 这一群在逃跑中的米店人了 那当然我们相信 这个三个支派的人呢 其中有一部分 可能也是当时胆怯的 这两万多人 因为当时 他们胆怯 现在看到 跑了我们就追嘛 但是这个时候 积淀的本身 他的做法呢 也起了改变 因为原来神说 我要使用这三百人 拯救以色列人 免得以色列人夸口 但是基电 他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这个时候 他还带领着三百人 但是他觉得 人不够 因为 哇 这些人一逃跑 要从哪儿跑呢 他们是在约旦河西打仗的 那些人的老卧 是在约旦河东 要逃回约旦河东去 那 经文告诉我们 基电打发人 走遍以法列山地 说你们下来 攻击米电人 把手渡口 哇 这个约旦河 差不多两百多公里长 很多地方可以摆渡的 要把手 这个时候基电 你看没有 他有改变了 就觉得人手不够了 要去找以法列人 来帮忙了 而且是走遍以法列 这个地方 那 我们看到 基电 这个时候 他为了取得 他想要的 这个胜利的果实 进一步扩大 要追寻 要追击这些逃跑的人 他为什么请这些 以法列人呢 当然以法列是当时 很大的一个支派 他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援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以法列这个支派里面 其中有两座重要的城市 一个叫斯罗 一个叫伯特利 那这两个城市呢 在当时 世事时代 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色列人 寻求神 求问神 都是在这两个地方 所以或许 这个时候 基电已经开始考虑 我以后 怎么来治理 这个以色列 而且我需要 以法列人的支持啊 他有这样的考量或许 所以他打发人 叫以法列人来 好 把守渡口 以法列人确实 就守住了这些渡口 不但守住了 而且以法列人呢 他抓住了两个首领 那抓住这两个首领了以后呢 当然那时候的战争 都是要把首领 就是我们说 杀死了啊 就砍下首级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 基电想要的 胜利的果实是扩大了 但是争吵也来了 我们靠着人的力量 扩大了胜利的果实 但是接下来的争吵冲突也来了 因为这些以法列人 就来向基电说 你去与米电人征战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他们与基电就大大的争吵 这个时候要开始争功了 谁的功劳大 神在先前 其实预先警告说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卡口说 是我们自己的首拯救了我们 这个地方 当基电想靠着人多力量大 扩大胜利果实的时候 我们看到争吵就来了 这个时候 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谁参与了这个战争 谁的功劳大 百姓 百姓开始把自己当作是 这个得胜者 把自己当作是拯救者了 这个时候 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 我们说 山雨欲来 丰满楼 这个风暴 也看就要来了 还好 基电呢 这个时候 没有被胜利充分头脑 基电在这个时候的表现 是可圈可点 因为基电是这么对 这些以法连人说的 说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说你们所摘取的葡萄 不强过亚币乙线 亚币乙线就基电 他所摘的家族啊 所摘的葡萄吗 意思就是说 你们取得的胜利的果实 要大得多了 那基电也特别提出来说 神已经将米店人的两个首领 交在你们首领了 所以基电 他知道神是真正的拯救者 这个地方 他有领袖的风担 他谦卑他自己 他肯定别人的成果 那这个是化解了矛盾 一场大的风暴 就避免了 因为这些 当基电这么说的时候 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 但是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在基电的心中 其实也是起了变化的 他对胜利的看法 已经不仅仅是说 米店人是不是被打败了 他对胜利的看法 也已经有改变了 就是谁的功劳大 而且从后面的经文 我们看他一路追下去 那追下去的目的 当然他要扩大胜利的果实 要最后取得全面的胜利 同时 他要取得他想要的全面的胜利 当然从后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 他这样的成胜追击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有个人的恩怨 和这米店人的两王 所以是有他私人的恩怨 在这当中 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经文就说 基电和跟随他的三百人 到了约旦河过渡 渡过河去 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他们最后 确实在离米店人老窝 那个地方 这地方说叫加戈 他们是追上了 安礼呢 这个时候米店人 其实还不弱呢 还有一万五千人呢 稍微整顿一下 对付三百人 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这些米店人 是完全上胆的 没有任何的胆量 所以当他们自己跑回去 以为那个地方 已经安全的时候 米店呢 那基电呢就带领人 从一条路 出其不意的 就攻击了他们 那最后 他们把这米店的 两个王也抓住了 那告诉我们 也经散了全军 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候 军事上 是完全的胜利了 把两个王也抓住了 全军也被他经散了 这一万五千人 就散开了 再也组织不起来 成为军队了 但经文的描述在这个地方 重点呢 却不是在这个胜利本身 这个胜利的本身 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重点呢 是在这个追击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经文从第四 然后我就一下子到第十十二节 那五六七八九 讲述的是什么情况呢 在追击的过程里面 其中有两个城市 在这两个城市 基点与这两个城市的 首领之间的对话 这一段插曲 是耐人寻味的 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 那在那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是什么样的一个插曲呢 就是基点首先到了 有个叫苏格的这个城市 那苏格这个城市 还有后面的皮罗以勒 这两个城市呢 也都是在约旦河东 但是这两个城市 也都是以色列人的城镇 那这两个城市的居民 也都是以色列的自派 那这个时候 基点和他的同伴 去追这一群米店人的时候呢 他们极其的疲乏 那他们就需要补充体力 那他就向这个城市的首领 就是要求他们提供食物 这个首领怎么回答呢 这些首领 他说西巴和撒摩拉 这是两个王的名字 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打胜呢 我怎么知道你能胜呢 凭什么我给你啊 这些人 他们不知道 或许即使知道 在约旦河西那边的胜利 但是他们其实不相信 基点你区区三百人 你能够打胜这一万五千人 其实他们对神也没有信心 而且呢 他们对这种同胞之间 守住之间的勤奋啊 也没有 他们的心态呢 只有一个 谁强大 我就听谁的 我现在不会给你的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胜 米店人万一胜了 返回来怎么办 那这就是苏格人的回答 他们是这样说的 基点对这些人的回答是怎么说呢 说 耶和华将西巴和萨摩拉 交在我手中之后 我就要用眼地的金条和字迹 来打伤你们 基点的这个地方是说 如果我取胜了 我回来我就要惩罚你 当然这地方说打伤啊 不是一般的打伤 因为把金条和这个 金条和织迹打伤呢 实际上是那时候打鼓物啊 它是说碾压的 是把这个要放在板子上 哇 你人就这碾过去 基本上半死不活了 那另外一个城市呢 皮罗以勒 其实他们和苏格人 对基点的回答是一样的 那基点在那地方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个楼 拆毁这个楼就是 他们这个城市都有一个防御城 那他要把那个拆毁了 也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你们都杀了 那这些人 当然是带着讥讽的口吻 来回答基点的 但是基点这样的 报复呢 到底对不对 因为基点后来果真 他把两个王捉住了 他回来的路上 他就把苏格这个城市 有77位长老 他就打伤了 我们说就打伤了他们 其实一定是半死不活了 那在皮罗以勒这个城市呢 他就拆毁了那个楼 而且杀了那个城市 所有的男丁 他这样的报复行动 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是 以色列人的同胞 正是像他自己所说的 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末纳 交在我手里的时候 请问 神为什么要使你基点得胜 神使基点得胜的目的 是要拯救以色列民族 这些百姓 这些百姓也是当年受米店人欺压的 欺压久了都怕了 什么信心都没有了 他们也是神要拯救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米基点所做的 没有彰显 神的怜悯 没有彰显 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 其实基点的心态 和这些外族人的心态 也是一样的 那些欺负外族人的观点方式 他说我强大 你就得听我的 你如果不听我的 我就惩罚你 他和这些米店人 当年欺压百姓 有何区别呢 神对以色列民的教导 不是这样 神对以色列民教导 记载在立位记那地方是怎么说呢 十九章那边说 不可与灵色为敌 自知于死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本国的自民 也却要爱人如己 因为神的心意 是要借着以色列民 让人知道 他在以色列民当中 而且要让以色列民 成为周遭其他民族的助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基殿因为受了讥讽 就把自己的荣耀 放在神拯救的心意之上 神的怜悯 神的拯救 在这两个城市 没有被彰显 最后 这段经文是讲述 基殿如何来处理 这两个王 米甸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萨摩纳 从这一段经文 他最后是杀了这两个王 在当时战胜的一方 将敌方的首领 杀了 是正常的 但我们从基殿 与这两个王之间的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需要 学习反省的一些地方 当基殿 全力去追杀 这两个王的 其中有一个原因 我们在这个地方 经文说 基殿就问 那两个王说 你们在塔伯山 所杀的人 是什么样式呢 对方回答说 好像你啊 各有王子的样式 基殿说 他们是我 同母的弟兄 我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 启示 你们从前 若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如今就不杀你们 当然我们知道 神 让以色列百姓 不要 忘成耶和华的名 你不要这样随便提示 这地方 从基殿 对这两个王的话里面 我们听出来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里面呢 他说 你们从前 若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如今就不杀你了 好像这两个王被处死 是因为杀了他的弟兄 换句话说 这两个米甸王残暴 对待以色列人 奴役了以色列人 七年之久 反而不是 这两个王灭亡的原因了 神拯救以色列人 是因为 整个以色列人 被米甸人欺压 极其穷乏 神借着基殿 拯救以色列人 不仅仅是他基殿家的恩怨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到 基殿是将自己家族的恩怨 放在神拯救以色列人 民族这个整个的心意之上 第二个我们看到 他让他的长子 一贴去杀这两个王 我们不知道长子有多大 但是我们其实看电视也好 看电影也好 经常将军也好 皇帝也好 得胜了以后 是巴不得自己的儿子 就是去建功立业 如果能够把对手的首领 杀了是最好 这个时候 前面以法连人 捉住了两个首领 如果他儿子亲手杀死了 这两个王 他以后 他儿子在以色列民里面的地位 也就被建立 虽然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到 以色列百姓确实 后来要求基殿说 你和你的儿子来管理我们 基殿明确地说了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他知道 神是真正的管理者 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看到他的行动 其实跟他这样说的有所不合 为什么呢 他后来也娶了很多的妻 有七十个儿子 其中他还跟其中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字叫什么呢 叫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翻出来就是什么呢 我父亲是王 你看到没有 基殿其实是把自己当王看待的 当然 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说 更应当引起我们警觉的是 更大的隐忧在什么地方呢 基殿起来杀了那两个王 他然后是说夺取了 他们若驼向上戴的月牙圈 他夺取这个月牙圈 月牙圈是在外祖里面 用来祭拜他们的偶像的一个特征 我们说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目的是什么 神拯救以色列百姓 不仅仅是将百姓从摆脱外族人的欺压 神更重要的是要以色列人百姓离弃偶像 要真正的敬拜神 那基殿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把对方祭拜偶像的物 他夺了过来 而且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他让百姓把那些战利品全交出来 最后他做了一个什么呢 以弗德 以弗德就是一件衣服 以弗德这样的衣服 在以色列名当中 唯有立位族可以 因为立位族是神分别出来 侍奉他的 那是祭司才可以穿这个以弗德 但是 雅比以弦族根本不是祭司族类 他基殿居然就把这个以弗德的衣服 列在他这个城市 他这个时候 已经逾越了神的规定 他这个时候 已经自己想做王的心态 已经流露了 应当灭绝的东西不去灭绝 这个以自己为王的心态 最后反过来成了 他自己 以色列家族包括 整个以色列民 最后的一个障碍 一个大能的勇士 如果对自己的私心私欲不警醒 最后反过来成为 自己和他人的障碍 那这个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 神的大能 使得以色列百姓经历超乎想象的胜利 但任何想归功于自己的私欲 都会造成极大的隐忧和败坏 当我们信靠主的人 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今天的应用 第一方面 我们说坚定的信靠神 必定经历神同在的得胜 其实我们每一位在座 如果已经信主了 其实我们也都经历了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是不是在面对 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 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信心呢 没有武器的三百个人 能够击败十三万五千的大军 其他的战争历史 没有 唯有以色列人的历史才有 因为 这些人有对神的那种信心 他们有神所期盼的信心 信心对于我们每个 基督徒来说 其实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通常实际上 是缺乏信心 主耶稣跟门徒讲 若是你们的信心 像芥菜种一样 就是对这座山 说从这边挪到那边 也必成就 因为不是我们的 是神的 其实教会发展的历史呢 也是一个信心的见证 我们说当年 教会在两千年前 开始的时候 是在耶路撒冷 一百二十个人开始 那如今 教会在全世界 有多少基督徒呢 各种统计 加起来差不多二十二亿人 遍布全世界 因为这一百二十个基督徒 是蛮有信心 其实不但这一百二十个基督徒 蛮有信心 就是当年初代教会的 几乎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蛮有信心 因为当时要相信耶稣 你是冒着生命威胁的 是生与死 有的时候是考验 但是他们 每一个人 愿意 跟随主 活出信心来 所以才能接出 丰硕的果实 三十倍也好 六十倍也好 一百倍也好 你看在保罗的时代 福音居然能够传遍 罗马帝国 用两条腿走 几十年的时间 罗马帝国 哇 是四个 美国这么大 还要多 用两条腿走 居然能够把福音 传遍 整个罗马的帝国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若有信心 愿意回应神 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也可以成 是神在成就 我们也可以见证 超乎想象的成就 因为不是我们在成就 是神在成就 那上个礼拜 周六的时候 也就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机构叫云彩行动 他们 有一个分享的晚会 在那晚会之后 还有一个募款的晚会 差不多这个机构 在十二年前的时候呢 是有一对夫妇 出生在香港 后来移民在美国 在北加州 圣侯赛那个地方 他们离开 那个圣侯赛那个 舒适的地方 带着三个孩子 就去了广西 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孩子 那他们 目前 是帮助那些 有脑瘫的孩子 你想想看 帮助八十多位 脑瘫的孩子 需要多少的资源 真的连当地的政府 都缩手无策 但是他们做到 因为这个背后 是有神的手 在引领 神的手 在供应 神需要的我们 是信心和爱心 我们有个愿意的心 靠神的心 我们愿意 神就成就 我请后面的弟兄 放一下 差不多有两分钟的短片 给我们简单的看 大家好 我叫Lydia 我是一个土生土奖的香港人 1998年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移民去美国 到05年的时候 有机会到南宁 服侍一些残疾孤儿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经历 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念这些孩子 我跟我丈夫商量之后 我们确定放弃 这个在美国很安息的生活 把我们的工作都弃掉 搬过去广西南宁 服侍这一群残疾孤儿 在这短短的几年间 我们成立云彩行动 我们的宣言是 以生命改变生命 2007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云彩庇护工厂 帮助这一些被吊翅的残疾孤儿 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 2010年的时候 我们跟政府合办孤儿院 让这一些极毒贫穷的 散去孩子 有机会进去我们的中心 2061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了福建中心 让老贪孩子 可以有机会 康复 盼望这一些受助者 能重活 新的生命 还有喜乐 以后能够帮助其他人 以生命改变生命 云彩行动的童工 盼望以爱去祝福 内地的孤儿寡妇 脑贪孩子和残障青年 他们每个人背后 都有不一样的经历 我们以行动和爱心 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教育 让他们活得更有意义 从此一生 似爱不云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信心 有爱心 神可以使用我们 成为祂祝福的器皿 与先宣告一下 在8月26号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 专题的研讨会 其中我们会看到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 有些人是开家具店的 但是神使用他们 最后就成为 成千上万人的祝福 那我们自己这个教会 大家都知道 我们教会有多少年 32年 我昨天问了一下 某人说 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 是多少人 某人告诉我说 六七十个人 你看没有 六七十个人 有信心 当年从Downtown LA 到了这个地方 东区开始的教会 那我们现在教会 有三个堂 英文 粤语 国语 一千人左右 所以只要我们愿意 踏出信心的一步 我们会经历到 神的恩典 神的大难 这是我们今天要 应用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说 我们要留心 荣耀归荣耀于自己的心 那这句话是 我们说留心 自己的心 什么样自己的心 归荣耀于自己的心 荣耀归荣耀于自己的心 这个是我们要留心的 因为我们从积淀里面 就看到 当人被私心私欲 所牵引的时候 那个就有隐忧和败坏 迟早会暴露出来 因为我们在 侍奉神的过程里面 在走信仰道路过程里面 我们一定会经历到 神所带领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得胜 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看得到的果效 但是这个时候通常是我们 也需要警醒我们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现在有基督徒22亿人 不信主的差不多54亿人 面对外面这种征战 其实基督徒信主以后 有两场仗是一定要打的 一个我们就是说 面对世界的引诱这场仗我们一定要打 那现在这场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出信仰来说 三比一都不到很好打 但是还有一场仗也是每个人都要打的 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这场仗 我们能不能够不被私心私欲所引诱 这个是我们每天都要来打的这场仗 得胜是世界呢 我们当然是靠神的恩典 得胜我们的自我的私心 也是要靠神的恩典 经常说要保守你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那我们信主以后 是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警醒 那特别我在这边讲几个 我们会看得到 我们甚至我们会碰得到 甚至我们会在这当中 我们需要来提醒我们自己的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我们在私奉过程里面 我们不要将某个方面的私奉 看作是自己的领域 我们在某个方面私奉很得心应手 这很好 这说明这个私奉 是发挥我们自己恩赐的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也要警醒 如果每当其他有同样恩赐的人进来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的话 或者每当有其他恩赐的人进来的时候 你就跟其他的人有矛盾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要反省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把私奉当作 很多仅仅仅仅是展示我们恩赐的地方了 不要忘了 事奉本身不是目的 亲近神才是目的 最近我在同宫开会的时候就在讲 侍奉不是目的 侍奉是管道 帮助我们更加的爱神爱人 亲近神是目的 所以第一个方面 不要将侍奉 某个方面的侍奉 看作是你自己的领域 每一个侍奉都是我们的管道 帮助我们自己成长 也帮助别人来成长 那第二个方面 将侍奉坐在人的前面 我们在意人的称赞 或者说在意从人来的荣耀 荣义归荣耀于自己的心 在这个地方 主耶稣当时告诉那门徒说 你们做事啊 不要在前面吹号 那地方特别讲施舍 那我相信现在呢 吹号的事情一定没有了 但是吹号的心态 我们有没有呢 如果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 总是有意无意的 想让人称赞我们 或者没有了称赞 我们就好像缺少什么 我们要反省 我们事风的动机 是不是有了问题 那第三个方面 我们要留心容易骄傲的心 是的 我们在事风过程里面 会经历到各种各样 神的大能和恩典 但这个时候 当我们看到果效 我们如果不警醒呢 我们就陷入到 骄傲的现金里面去了 其实我们的心 是很容易骄傲的 我看大家也有点头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 当有人告诉我 哎呀 这个 牧师也好 传道也好 你今天的讲道 对我很有帮助 我会说 谢谢鼓励 荣耀归于神 但连着有几个人 这么讲的时候 我心里面 就有沾沾自喜 哎呀 这个是我自己 用心准备的嘛 其实用心准备 你是理所当然的 若不是圣灵带领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骄傲是会随时冒出来的 神所要的 是完全归荣耀于神的 信心的精兵 三百个人可以打败 十三万五千人 其实我们教会 有一千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真的活出 完全归荣耀于神的 信心的精兵的 这样的生活来说 我们的教会 已经蓬勃了 但是 当我们走向蓬勃的时候 对付这个私心 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为我祷告 其中有一项 就是为牧师祷告 纯柔和谦卑的心 时时警醒 不要陷入骄傲的陷阱 我请你们 就为我祷告这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 走信仰的道路 都必须要留意 那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大卫 大卫是神所喜悦的 有他的道理 大卫在诗篇里面 是这么说的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大卫在意的是 他自己的里面 有没有什么恶行 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希望 这个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提醒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谢谢祢 祢是创造主 祢也是拯救主 主啊 我们在祢面前 是蒙了恩典 被祢拯救 祢所要的 就是我们 一个真正跟随你 敬拜你的心 我们有的时候 说我们信心小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信心 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 是要让我们成为 这个世上的光 世上的眼 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 工作当中 就活出信心来 在教会的侍奉中 也是带着信心 主啊也更是提醒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我们要留心自己的 内心的私心 私欲 骄傲的心 要知道 若不是你 我们什么也不是 让我们真的是 存一个柔和谦卑的心 背起十字架 跟随你 将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你 主 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祈求 感恩 奉主 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谢谢你